观众朋友最新萧萧带您掌握 现在两岸局势持续紧绷 传出台湾有可能会调升到 大陆旅游的警示灯号 而且还可能会调到了橙色 代表说非必要的旅行 马上来听陆委会的最新说明 政府经过整体评估 认为有必要自 今年6月27日起 提升赴陆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 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 赴陆港澳旅行 那陆委会指出 中共从104年到现在为止 陆续征修包括 国家安全法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网络安全法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 反间谍法 爱国主义教育法 保守国家秘密法 国家安全机关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等各项法令 那我方一再呼吁中共应该避免阻碍两岸良性互动 制造两岸人员往来的障碍 可惜中共依然一意孤行 在6月21号发布所谓的意见 进一步提高了国人赴陆港澳的人身安全风险 那陆委会要再度提醒国人 应该慎思赴陆港澳之必要性 但是如果的确有赴陆港澳的需求 建议应该避免触及或讨论敏感议题 避免拍摄港口机场军事演习场所 避免攜带政治历史宗教等书籍 相关资讯可参考本会的网站 那刚刚提到的陆委会官网 本会在首页就会有一张大图 来提醒国人赴陆港澳要注意人身安全 也会持续更新内容 大家点进去以后如果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吹集的一些案例 那也再次提醒国人 如果真的有需要前往陆港澳 务必要登陆我们陆委会的系统 好谢谢 好谢谢副作为以上的说明 那我们手上也有纸本 请同仁提供各位参考 那也寄送到各位的信箱 还有刚刚提到的官网首页都可以做查询 好我们发送一下以后呢 接下来要进行现场关切的议题 那我想是不是就先就刚刚副主委说明的事项 其实我们的旅游警戒登号一共分为了四集 现在已经把中国大陆调升来到了橙色代表 非必要不要到中国大陆 现在陆委会也提出了这样子的意见给民众 尤其中国大陆才刚提出了台独22条意见 甚至最严重可以处死刑 现在我们要提出了 非必要别去旅游 是不是代表两岸的关系 这一次降到冰点 这一次降到冰点